这个小孩 他的母亲总是忙于工作 说话说到一半就被工作打断 匆匆外出 打电话想跟母亲说说话 没说完又被刮断了 这是一个神秘的地底世界 一群可以变身成 机械战士的动车人生活在这里 他们的目的是 保卫藏在地底下的地球之源 那是地球的能量源泉 动车人跟小孩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多次同试图掠夺地球之源的 神秘机器人战斗 但得不到母亲的信任 母亲亲手打造的人工智能 却是幕后黑手 掠夺资源的神秘机器人 都是他派来的 不得不感叹 成年人的世界 真是充满了尔虞我诈 好在最后 母亲终于肯倾听 小孩的心声 再无隔阂 联手动车人 将幕后黑手送回了老家 孩子的世界虽然单纯 但并不狭窄 不要忽视了倾听与陪伴 随他一起探索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搜索动车侠 观看更多精彩内容